嗨,你好,我是澳洲奶爸的小范 今天想要跟你聊聊投资亚太股市的最佳选择VPL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会去买VTI跟VOO来投资美股的ETF 这时其实似乎有一定的风险 那就是担押在美国这个区域 但是在中美继续竞争 然后美国开始出现通膨的时候 不免开始就会有杂音出现 开始会怀疑,目前美国的前景 那如果是真的因为通膨发生的话 那股票市场不佳的时候 我们之前影片有提到过的VWO或者是VGK 新英市场跟欧洲这些ETF 就是其中一种可以去分散自己风险的选择 而有些朋友看了他想要来布局 那我建议还要再加上今天要讲的VPL 因为这样子才能完整的包含所有全世界的经济市场 在目前的疫情时代里面 我们会看到像我自己目前处在的澳洲 的经济成长的过失 所以这部影片就想说明了 这一档亚太的ETF VPL 它的投资涵盖的范围 和它其他相关投资模拟的试算 让想要投资亚太市场的朋友 可以考虑购买这一支ETF 那作为你布局亚太市场的一部分 那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资产配置和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 并且选择全部通知 就不会错过所有影片哦 好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我们先聊聊投资亚太市场的理由 其实先进亚太的国家在这里面并不多 基本上就是日本澳洲韩国香港新加坡纽西兰 那它其实代表的经济市场呢 却是非常的大 日本韩国的经济呢 我们就不用说了 很多人都会去这些国家玩 他都会了解他们的经济其实就是高度的发展 而澳洲的原物料 那香港它代表的是一些中国的企业 而新加坡则是亚洲最强大的金融中心 布局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众多人口的大型企业 它在新加坡的股市里面都会有它的影子 如果有去这些地方的一定都会有强烈的感受 当人口的红利它的消费在上来的时候 那新加坡就是受惠的族群之一 所以说如果要找亚洲最好有实力的经济体的话 那VPL绝对是选项之一 第二个代表亚洲市场的ETF 在我在美股里面寻找投资亚洲ETF的时候呢 美股里面它会跳出51档股票 那如果是用总资产来排名的话 第一名是EWT 它是投资台湾MSCI指数的 如果按美股的VTI来比较这两年的成绩的话 会发现过它还胜过VTI呢 同时也胜过台湾的0050 这就可以证明说台股在这两年多 它是有多热了 而且它因为不只像是0050 只追踪50档个股 而是追踪更多的中大型股 这也许是它造成它获利原因 会比0050更好的原因之一 而对于想要长期投资股市的 做指数型投资者来说 不是说我们不看好台湾 而是要做好全球的布局 不然怎么会有人在这两年 明明台股比较好 却还要去美股券商开户 然后去买ETF呢 所以如果我们看投资亚太区域的ETF的时候 这时候市值最高我们来看的话 排名最高的是VPL 它也就是我最喜欢的Vanguard 它所推出的ETF 而第二名的IPAC 它只能落到第11名 那中间还有一些亚洲新兴市场的ETF 我这里就不再讨论了 因为已经在VW里面已经包含到了 而IPAC它有着0.09%的费用 和11亿美元的价值 跟910档股票 就作为指数型投资的标的而言的话 这些比较起来它还是输给VPL 那VPL又有什么特性呢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 VPL的介绍 由Vanguard网站就可以知道 它是追踪这样子一档指数的股票 指的就是亚洲已开发国家里面 从小到大的企业体的股票 那它采用复制方法来追踪 那它的费用是0.08% 那涵盖的国家里面呢 最大的依据就是我刚提到的 日本、澳洲、韩国、香港、新加坡跟纽西兰 那台湾跟中国的部分 它就会放在VW里面 所以这里面就没有再算进去 那持股的前十大公司呢 第一个就是三星 过来就是Toyota 然后过来就是AIA友邦保险 澳洲联邦银行 Sony、碧和碧拓的矿业集团 软体银行 澳洲的CSL的生物科技公司 日本的科技公司 香港的证交所 它总共有2424家的股票 和欧美前几大市值的公司相比 有一些看起来好像不是末端的消费者 所听过的 但是在产业里面却担任很重要的角色 更别提我们会听过的一些 任天堂、三菱、大金、本田等等 它其实都是在VPL里面投资行列里面 那它的表现怎么样呢 那我们来看看第四个 VPL的投资绩效 那因为呢 VPL它是从2005年中开始发行的 那我就用之前影片介绍的 Portfolio Visualizer来试算 那角色小资组 它每个月存15000元 也就是它每年可以存18万来投入 那我这里呢 我就不做币别的单位转换 我直接当做台币来模拟 那从2006年开始 一直在投入18万 那第一个投资组合呢 我就用百分之百的VT 那第二个投资组合就是用61%的VTI 13%的VW、VGK跟VPL 一直到2021年现在为止 我们也可以看到第二组的表现比较好 这是因为VTI呢 它在2010年以后 它就开始有比较好的表现 但是老话还是一句 以后还是会这样吗 我们真的不知道 那如果我在用蒙地卡罗法 用类似刚才的61%VTI 13%的其他三个组合 然后加起来看的话 有把握的年化报酬是8.06% 那最好的话可以到12.43% 最差会到3.4% 你可能会说3.4很低啊 但是记得这是年化 而且几率是比较低的情况下 如果发生了 通常这个时候大部分的主动投资者 可能已经赔掉了大半的投资 这绝对不是小贩我个人经验 还没有这种体验的人 我建议你可以去问问看 在2020年3月熔断前 就在股市里面投资的朋友 就会了解当时的情况了 其实这个就很像在NBA里面 一些所谓的明星球员 很多种球员他在例行赛的时候表现都很好 可以跟球团要很高的薪水 但是高薪他其实代表的他对高压的承受能力也要很强 在季后赛里面 当大家都开始很认真的打 然后为了要追求胜利的时候 很专注的研究特定球员的弱点 这时候就会开始把他特定的弱点放大 像是平常不练罚球的明星球员 他就会不断的在这个时候被刻意犯规 结果就导致输球 然后平常胜场很高 然后高效执行的一些战术计划 但是没有应变性的教练 在遇到针对性的组织战术的时候 就会不知道变通然后输掉比赛 这种事情在NBA场上就会一再的发生 这就是领高薪的球员他一定要担负起的责任 那股市也就是不断的历史重演 那些被大家仔细关注的股票 他就好像高薪球员一样 本孟比高 他的震荡也会非常的剧烈 指数型投资就是要避免像这一类的意外 而市场的意外实在是太多 我们永远都会想不到 也无法预测 所以因此我就不预测了 所以总结以上四点 第一点 投资亚太市场的理由 我们就知道身为指数投资者 了解亚太先进国家 它其实是在世界的经济中 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还是应该要在亚太有所布局 那第二个 亚太市场的ETF 我们比较了可以投资的ETF 那不论从投资的广度 成本跟资产规模 VPL它在在显示 它就是首选 再有第三个VPL的介绍 了解它的一些投资的标的 和它涵盖的区域 最后再有第四个 VPL的投资绩效 然后发现似乎不怎么样 那也许你就会说 小贩 你这个VPL跟你上次说的那个VGK 成果都不怎么样 但是在美股还没有到2010年之前 其实VGK VTI跟VPL的走势 它都是非常接近的 而在那之前 基本上都是在看VWO在表演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预料未来的情况 小贩不晓得 接下来亚太 会不会因为中美大战 那美国要大基建 而因此会让股市上涨 那甚至有人说 巴菲特它都已经开始 大量的买进日本的五大商社 那就是代表 看好未来中美脱钩以后 日本的经济它其实会开始上升 而美国现在的通膨 很有可能会让美股 慢慢达到了高峰 而且现在加密货币的市值 更是空前的达到好几兆美金 这告诉我们 现在的资金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如果你想要投资分散 然后又想要投资 掌握区域的比重的话 那我就会认为VGK VWO VTI跟VPL 这四项加起来 就是可以作为布局全球的工具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事业容易被某个区域影响 比如说你是在东南亚的台上 或是已经持有一些0050了 那我就建议把其他的比例提高 然后把VWO降低 做好全球的布局 那如果都没有差别的话 也许VT就是最好的股票部位持有的最佳选择 有人会说如果今天分开持有 会有更有优势 而宁愿买多种的ETF 所以你是A买VT 还是B买多种的市值ETF来搭配自己的组合呢? 那欢迎留言让我知道 那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介绍了VT 或者是VTI加VXUS 或者是VTI VWO VGK加VPL 这三种方式来建构全球的股市部位 那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布局了呢? 那想要聊什么话题呢? 也请让我知道 那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资产配置 和被动收入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下右下角的订阅还有小铃铛 并且选择全部通知 就不会错过我所有影片哦 我是小范我们下部影片见啰 拜拜